请收看 汇率法师 冯雪讲座 有抱怨 其实这个并不是没有任何原因的 有的人一出生就很会读书 为什么 因为巴士田中就读了多少书 他前世这个懂子 这个就读了多少书了 有的人怎么样子教他 他怎么样就是读不起来 没有办法 有的人你怎么样教他来信佛 你打死他 他也不要 到了某一个时期 他家里碰到了变化 自己又跑来信佛 我没有教他来 他就自己跑来 为什么 那个种子没有碰到这个因缘 你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不信佛也勉强不得 他要来信佛 你挡也挡不住 如果说你用这个巴士田 那来解释天地万物 那这太棒了 孟子讲主张性善 我们世家老子主张非善非恶 就这么是 是明上座本来的面目 那么如果说用第八意识的无量种子来把它当作就是前世的存在 一股力量 然后在我们一出生以后 就变成第七意识跟第六意识的分别 然后就变成前五世的分别 那么讲实在话 简单讲 就是说我们受到无量意解来前世的影响 这个就是第八意识 我们还受了近身今世的影响 那么就是第七世还有前六世 那么用这样来解释 就天地万物就没有一样事情不可以解释 当我们现在的愿力超过我们前世的恶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转命 就可以转这个命 当我们无量意解来所造的这个恶业 而我们今生今世又是随魄逐流 还没有学佛 也不知道 好好的发愿修持 那么他就必须要随这个命 顺这个命运去运转 所以没有修行的人 他应该讲命运 什么这个命运呢 来 打开康熙字典 命不可改 运 就是一种流动 简单讲 我们用某一种固定的形式来走完我们的一生 这个叫做命运 简单讲 我们前世无量节来说 造的这个也太强了 我们今生今世又没有听到佛法 又不晓得怎么样改变自己 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这种强有力的力量去支配 因此算命会准 绝对会准 为什么 他可以观照你 面由心生 你前世造什么业 他看你的八字生成 看你的貌相 还有摸骨 就摸得出来 为什么 这个身体就是一切善恶业的总和 这个就是答案 你就被算得准准的 所以算命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去算命的都没有写佛 那么算命的写佛不一样 那要破除 如果我今天我去看命的话 他讲讲他的 我听听我的 算就让你算没有什么关系 好了 所以他这个业力啊 非常的强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去转 大部分的人 我听说的 是